那行啊 擦玻璃你擦不好 行 我来擦 我让你扫个地 你也扫不好是吧 我让你把灰尘往波及里扫 你这它怎么着 往床下面 还有沙发下面扫 本来就是灰油大 扫就扫不干净 拖又拖不好 那我不如干脆 往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扫一下 眼不见心不烦的是 你是不是有洁癖 你天天可是跟我埋怨的呀 所以我说你就是懒 还有天天我做饭 我说那你就跟着我学一点呗 哪怕哪天就比如说我生个病啊 还能硬个急 那我就想问问你 你不学做饭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可以说多少遍了 你还问我为什么 我以前跟我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们不止教过我一两次 问题我一进厨房 我手毛脚毛的 不是这儿被刺一下 就是那边烫一下 搞到我现在进厨房 我有阴影 就是我一下厨房 整个人就是慌的 你说的真的叫废话 谁下个厨房 手都会被切 那我之前手还被割伤了呢 这不是很正常吗 好好好 我的天哪 今天你来干嘛 他就奔我吵架来了 我就是想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你们的问题是 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懒 然后对我不够关心 我就觉得他太强势 生活还缺乏仪式感 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他太强势 觉得什么都管着我 每次吵完架 都说改 都说改改改 问题 我看不见他改变在哪 那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一点就着 那你改了吗 我改了一些吧 有些我也是在尽力改 女生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觉得他对我不够关心 男生你觉得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在哪 就是我希望能看见我们的一些改变 能顺应对方 而且现在我觉得我大多数是 我来给你描述一下改变 看看对不对啊 就是他不用管你 对吧 你喜欢打游戏就打游戏 你喜欢跟阿恒出去逛街就出去逛街 但是从此以后他不再给你做饭了 也不再给阿恒做饭了 他也找一个女闺蜜 也出去逛街 也出去打游戏 这个你接受吗 不接受 为啥呢 我觉得吧 一定程度讲 他奔着我来了这么老远一千多公里 他也是因为爱吧 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多付出一些 不是 你没付出啊 我接着再问啊 玻璃擦不干净对吧 擦玻璃是一项特别艰难的技术活对吧 做饭是一件一辈子也学不会的事情对吧 那以后他是不是可以不用擦玻璃了 听起来往都是家里面的锁事啊 但是你听起来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点欺负人家啊 我欺负他 他主持人你是没看见他咋欺负我的 我再问一句啊 当初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下 有那么大的动力就奔塌而去了 因为跟他也认识蛮久的了 光在网上聊天聊了都有两年了吧 这两年期间都没见过面 见过一次 他过来过 他也是就是跟我表白过很多次 之前我都没有同意 所以你没见到他的时候 你在想象你奔赴的那个男人 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能告诉我们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稳重 成熟的 然后我特别靠得住的 现在还稳重吗 我觉得不太稳重 还成熟吗 靠得住吗 不太靠得住